高档万表是个很看重附加值的产业 附加值越高带出去越有面子 追捧的人也就越多 这个东西虽然说起来有些虚无缥缈 但切切实实影响着万表的价值 瑞士万表擅长讲故事 日系万表擅长玩工艺 那么德国万表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汽车啊 1886年德国人卡尔本次 发明了世界上低辆轿车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Mercedes-Benz 德国也被称之为汽车王国 所以雨莲就推出了诺拉敏斯 2022年德国古董汽车拉利赛限量版万表 因为雨莲是全德汽车俱乐部的合作伙伴 所以借着这次古董汽车拉利赛的机会 推出了一枚万表 也就成了顺水推舟的事情 这枚万表的原型来自于雨莲诺拉敏斯日历万表 但是造型设计和普通款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据说设计灵感来自于1945年亮相的奔驰 W180-220S 我仔细一揣摩 妙啊 2022年发布灵感来自于奔驰220S的万表 2022倒过来不就是220S吗 对称工整 绝了 反正我是没看出来和汽车有什么关系 但是它的辨识度还是蛮高的 表盘正中间的黑色部分是网格状的东西 板镂空的 你可以隐隐约约看到里面的自动机械机芯 这块东西有讲究的 官方的说法说是 用了精湛的压印工艺处理 就是让人能够看到这枚万表的时候 能够联想到汽车的散热格栅 12点钟位置是品牌logo Union Glassute斜杠SA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意思 表盘的外圈是焦糖色的清漆材质 或者也可以把它称之为奶油面 这种有点像氧化泛黄的颜色用在万表上 就显得非常的有复古的韵味 石标依旧是诺拉敏斯的风格 单数三角标双数阿拉伯数字 镀铬工艺和时针分针直针 往时一致 但是它秒针特地涂了白色的油漆 作为点缀 精致复古当中又有了一点小小的创意 这枚万表一共是限量200枚 属于限量块Limitere 的德语标识放在6点钟的正上方 彰显它的稀缺性 下面是Made in Germany标名噱头 除了好看的正面设计之外 德表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精致的机芯打磨 你看它后面还特地做了一个背透设计 你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 它后面的机芯运转情况 自动坨和甲板都能看到打磨痕迹 虽然没有格拉苏底原唱或者朗哥那么的精致 但考虑到它的价位 有这样的视觉效果 也可以啦 有总比没有好 对不对啊 它的机芯的动能储备是60个小时 应付一个周末是绰绰有余的 看上手的感觉 是不是多了一分儒雅 复古万表仁仁爱 但许多复古万表它的尺寸都偏小 对于万维比较粗的人来说可能不太适合 这块诺拉敏斯日立的直径是40毫米 并不大 但实际上手以后你会发现 戴在手上 它不显小 因为它没有表圈 少了表圈的公摊面积以后 表盘可以尽可能的做大 其次它的蓝宝石玻璃表镜做成了带弧度的拱形 起到了类似发辣镜的作用 进一步放大了表盘的视觉效果 所以这枚40毫米的小表并不小 戴在手上的另一个感觉就是它很薄 表壳厚度9.85毫米 黑色小牛皮表带做的也很薄 佩戴舒适性相当不错 我戴了快一周的时间 有时候几乎就忘了我手上竟然还戴了一块表 而且因为它够薄 能够轻轻缩缩的扛了许子玻璃一下 无论你穿的是正装还是偏休闲的风格 正面外表的风格都能轻松的搭配 当然洗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它没有旋入式表霸 防水深度只有100米 所以生活中还是要尽量避免沾水的 这枚外表我很喜欢但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 这颗外表的名字叫做诺拉敏斯日立外表 在网格表盘的三点钟位置 它开了一个日立窗 用意是蛮好的 我一看就知道今天是几号 但是从美学的角度来看 这么一开窗就破坏了整体盘面的对称感 就像你的丝袜破了一个洞一样 非常的难受 而且它的白底黑字和整个的盘面色彩 也有一点格格不入 还有它的表扣采用的是蝴蝶扣 你戴表的时候下面一个按上去 啪踏一下按完以后 戴屁股的这一头 再从表环这里穿进去 一按就佩戴好了 非常的方便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表带太短了 这里叽叽的都没搂出来 我戴着戴着它很有可能就掉下来 那对于强迫症来说很难接受的 但是严谨的德国人肯定想到了这一点 所以在它第二个表环的后面 特地做了一个小的一个大胚 那个这表环勾了 这就让我想到了对吧 就跟那个丝袜是一样的 那种高筒丝袜穿到这里的 录一节肉的 然后不是要腾屋里吗 这里再弄一个带雷丝边的一圈东西 这胚胚的大火就把我的腾屋里 对吧 妙 最后来聊一聊 我对这枚雨连诺拉敏斯尔利限量万表的一些看法 它在欧洲的公价是2200欧元 在国内它的公价是 对于喜欢开德国车带德国表的人来说 还是蛮实惠的一个选择 因为德国表它的起点一般都是蛮高的 虽然说它的机型大魔功语确实 巧多天工很讨人喜欢 但是它的二手市场保值率是普遍低于瑞士万表 所以对于玩万表的人来说 现阶段可能二手的德表才是最实惠最好的选择 但是对于像你我这样的工薪阶层来说 两个格拉斯蒂原创 你看一看就好啦 真要玩德表的话 我觉得雨连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况且现在雨连的知名度也一点一点做起来了 带出去还是蛮扎台型的 应该我的感觉 咦 还没动了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